918事变以后 1932年 日本一手策划建立了维满洲国 并将向中国东北移民 作为了日本的基本国策 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战争 规模不断地扩大 士林的青壮年都被征召入国 充当了日本侵略的炮灰 这就造成了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开拓团 人数不足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的国策 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关东军少佐 东宫铁南和加藤丸志等人 提出了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 并得以实施 1938年 日本发布了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募集药缸 征召15到19岁的日本青少年 作为敲之战士 日本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建立以后 计划十年时间将十万名日本青少年 移民到中国东北 同时 这些青少年先在日本国内接受皇国精神教育 开拓训练 以及军事训练 然后作为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成员再加入 许多人到了中国后 又加入到了关东军 日本建立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目的 除了补充移民开拓团劳动力不足以外 还希望利用他们来对付东北抗连的抗日行动 并作为关东军必要的兵员补充 同时在中国东北建立起日本人认为理想的移民村 这些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抵达中国东北后 对中国百姓肆意进行欺辱和掠夺 他们不但强占中国农民的土地 粮食家畜 还对中国百姓进行肉体上的折磨 甚至还公然对中国妇女进行侮辱和强暴 他们经常借着酒精闯入中国村庄 见到妇女就实施暴行 甚至还要求其家人和丈夫在边上观看 事后还要求女子的父母和丈夫跪在地上说感谢 稍有不从便会遭到他们的随意杀害 最终这些抵达中国东北的满猛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以后 曾被要求加入到关东军的战斗部队 最终全部充当了日本侵略的炮灰